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在昨天晚上八点左右接到报案赶赴现场 发现现犯犯昏迷状态的莫丘丽并将她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但是莫丘丽终归不治身亡 此者父亲表示 女儿当时正在家中照顾三岁的表弟 而表弟并没有受到伤害 他强调 女儿为人有礼貌备受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们的爱戴 难以想象有谁会袭击她 警方表示 莫丘丽死前曾经和男朋友一同照顾表弟 目前仍在寻找死者的男友 暂时没有人被逮捕 警方呼吁市民如果有任何线索提供 可致电800-577-8477 位于皇后区的拉瓜地亚机场正在因为进行翻修工程而要关闭部分的停车场 拉瓜地亚机场既由即日起会关闭P3停车场 乘客可继续使用P4和P5停车场 另外P2停车场只会运作至本月底 并于下个月将关闭 但全新的P10停车场将于下月投入服务 至于接驳各停车场和机场主要客运站的免责巴士服务则不受影响 拉瓜地亚机场目前的翻新工程造价高达40亿元 项目包括扩充面积以及打造一个全新的客运站 以取代现有分散式的旧客运站 纽约市警察局将收紧楼宇巡警的执法程序 以防警察全力遭到滥用 纽约市警察局联邦检察官斯罗斯就纽约市警的防止非法入侵计划提出了新的建议 要求警员在住宅大厦内巡逻时 如果要协停搜问大厦内的任何人需要提出合理的理由 并于事后填写表格详述自己的执法原因 以防警察滥用警权 自罗斯的新建议适用于私人楼宇以及纽约市房屋局下辖的公营房屋 但仍有待马哈顿联邦法院批准才能正式生效 每年一次的福安康宁同乐日今天在华部中华公所大礼堂举办 纽约长老会下辰医院联合多家保险公司举办 福安康宁同乐日健康讲座 由专业医生向民众讲解哮喘症状和控制方法 以及健康饮食对心脏健康影响的重要性 纽约长老会下辰医院以及近20家保险公司合办的福安康宁同乐日健康讲座 由纽约长老会下辰医院医务总监董思美医生和亚裔心血管服务总监陈建乐医生主讲 讲座上董思美医生向民众介绍了引起哮喘发病的诱因 预防药物和紧急药物以及制定哮喘发作的应变计划定期检查等控制哮喘的10个警囊 纽约长老会下辰医院社区事务和医务关系总监尼翠文表示 每年福安康宁同乐日都获得社区热烈欢迎 去年就有超过300位民众参加活动 亚裔心血管服务总监陈建乐医生讲解了保护心脏健康 要选择正确食物和增加运动 从改变生活状态开始调整和保护心脏功能 很多人都是注重心脏病 心脏病是低后SARS 很多人应该要知道自己的有没有心脏病的高癌 要知道我们知道自己血多少血糖多少胆固醇多少 主要介绍了大家吃的要健康 吃的健康刚才胆固醇 吃少盐分可以刚才心脏病跟中风 这是非常重要的 福安康宁同乐日健康活动上 专门为民众设立了免费血压检查 血糖筛减和健康问答游戏 以及理财健康及社会资讯探位 为社区民众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资源和帮助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正值纽约市公立学校暑期就要来临之际 纽约市教育局举办的全市讲中文家长大会 一位一号在法拉盛公共图书馆举行 几百名从全市各区赶来的华人家长 通过大会安排的各项议程 获取了各种有关教育方面的资讯 纽约市教育局是全美国最大的公立学校系统之一 管理全市五大区从学前班 小学初中到高中1800多所各类公立学校的 110万名学生的义务教育运作 此次专门在法拉盛为全市讲中文的家长 举办大型家长会上述所次 凸显出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 对新移民家庭和华裔学生不断增长趋势的重视 今天的大会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 分成多个专题涉及许多丰富的教育资讯 纽约市教育总监卡姆·法利纳 亲自前来为大会开场发表讲话 许多华人家长表示 华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虽然十分重视 但是许多华人家长由于英语不好 无法与校方和老师有效沟通 获得教育局各项重要资讯途径 也不是十分清楚 因此此次全程以中文普通话进行的家长会 使每一位参加的家长都听得清楚 理解的明白 更重要的是知道了 纽约市有关公立学校教育方面的有关学区 考试 转学 升级 自由班等资讯 全部都是公开和可以从官方网站 专门设立的中文网页中获悉 因为我也是就是得经常上去看嘛 所以的话呢就有些时候 因为我上去基本上都是上去中文网站的 很方便 它就是到上面去有各种不同的语言 那么我们就是选一个中文的就好了 那么上面的信息都有 就好像有些时候会帮我的家长妈妈一起申请 就是入学 因为她有小孩子小小孩 那么要入学就是上去上面 就都很轻松的就解决了 我们进去了以后能会学到很多的东西 可以在同时我们就学习了 怎么样子去跟孩子一起成长学习 这次教育局全市讲中文家长大会的重要议题 还包括怎样在即将来临的暑假中 鼓励孩子们保持阅读学习的联合习惯 以及丰富的暑假学习计划 这次会议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能知道作为华人家长 以及作为这个华人的学生 在纽约这个地方能享受到哪些权益 非常好的就是分享了很多资讯 能让我们根据这些资讯的话呢 来去了解更多的东西 能帮助到我们的下一代 在这个纽约这个社会里头呢 能更好的得到帮助 还有能够能使自己通过自身的努力 以及资源的纽约资源的这些支持的话呢 能够在我们的学业上 以及日后的工作上呢 有更取得更大的成功 这次全市讲中文家长大会 为学校和家庭之间 加起了一座互相沟通的桥梁 获得的资讯和对全市公立学校教育方面的了解程度 是以前所没有的 希望这样的大会今后能继续举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在法拉圣Union Street 37-02号的新崖天然超市 Sport Market 店内设有高丽糖韩式面包糕点店 欢迎大家光临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工商新闻 高丽糖以新鲜天然材料 每天精心烤局数十种不同的韩式面包 糕点 店内有食品试吃 还有香浓咖啡 花茶 红茶 珍珠奶茶 及多款冷热饮料等供应 加上宽敞舒适的环境 是朋友相聚或个人休闲的好地方 高丽糖韩式面包糕点店 欢迎订购客制化生日或节日蛋糕 有多款口味 还有特别 卡通化 可爱造型蛋糕供选择 高丽糖韩式面包糕点店 订购电话718-359-1717 我们的面包店是 在韩国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 然后所有的材料都是从韩国进口 每天都是早晨来烘焙 我们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所以有点像家庭式的烘焙 然后我们的面包都是低糖 然后少油 对人体比较健康 美味 谢谢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